其实林书豪的球迷也不要太伤心 因为火箭队已经进行了大改造 特别来迎接林书豪 火箭队彻底的清空了阵容来迎接林书豪 那他们到底要打算怎么样重用林书豪呢 请看球评李盈祥的分析 其实我觉得林书豪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错 而且他都一直照着他的脚步做 我们这样来看 为什么林来峰在去年 他去年都已经是要被解约的 已经没有球可打的人 他缔造林来峰 因为为什么 他的抗压新功 刚刚都讲在尼克就是在纽约 你要待下来 那是个不简单的事情 尤其你是个nobody 不是那个nobody那个跳舞那个 你冷了 所以相对着他 相对着他也是 因为他有抗压性 他有信仰 而且他知道他的目标就是 他pray for the ball pray for the god 他三句话不离告 他知道他的信仰 所以他今天就算签了这么好的约 对大家讲是合约 这么大的约 其实他只有一个想法 我就是要打球 我要去证明我自己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未来不管火箭队 他的战机如何 我相信只要林书华 他不要受伤 他不要有受伤的情况之下 他在火箭队一定会表现得 非常的称职 而且会让球迷有所期待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